各位可以看到,反正你就是兩個按鈕 至於說這兩個按鈕怎麼來的 特別注意,從這邊插入按鈕就OK了 然後 錄製的話呢 如果你說老師那如果錄錯怎麼辦,沒關係你就再錄製 然後再給串接這個按鈕,重錄就OK了 他問你說是不是要取代剛剛那個,你就從NG就重來就好了 好 那記得 動作不要多也不要少 反正就精確就對了 所以其實啦,像這些東西其實充其量就是 精確 然後不要做錯 這樣就OK了 你說這個 會很難嗎 OK,其實 我是覺得啦,只要你按照步驟應該就 就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那裡面當然,主要當然解決那個效率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如果說呢,希望 特別注意 因為剛剛是錄製聚集 然後把它變成按鈕 OK,錄製聚集變按鈕 那接下來可能還需要思考一個問題 想說,老師他這個怎麼這麼厲害啊 他為什麼可以知道說我要做這些事情 並且幫我 紀錄 他怎麼紀錄的啊 OK,那接下來 就是我們要了解的 他背後實際上 就是 ECL自動幫你記錄你剛剛的動作 滑鼠鍵盤的動作 並且幫你寫出 對應的程式 OK 那其實呢 後面我們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自己寫 VBA,那個叫VBA程式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不只是說用 一次有幫我錄製 我們還要自己寫 所以呢 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知道說他到底幫你寫了什麼東西 從哪邊找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 串接跟清除 這兩支程式放哪裡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個方式可以找到程式 第一個 你可以從 訊息點擊 剛剛我們是執行嘛 那 底下有一個按鈕叫編輯 什麼叫編輯 實際上就是把這一段程式 幫你把它顯示出來 不過跟各位講 你按編輯 他其實也是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環境 叫Visual Basic OK 就跳到這裡 那所以呢 我們來按一下 所以喔 記得喔 點它一下 然後編輯 OK 你會發現它會跳出來了 不過它有時候會閃退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啦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實際上 跟你按下什麼呢 按下編輯 按下這個Visual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如果你按下那個 它會自己幫你開啟這個模組 並且把游標放在這個Sub裡面 所以喔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把聚集放在 自動幫你先產生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名稱叫Module 1 那也就是以後的所有的程式 它的單位一定都是放在模組 那一支程式一個按鈕的話 就是一個Sub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Sub 跟按鈕的關係喔 基本上有點像是這個 按鈕按下去 有沒有 它的名稱 就會去執行這個Sub 那這個Sub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End Sub OK有沒有 然後這個清除的話在哪裡 清除在這裡 Sub清除 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 所以有各式不同的Sub 那它這兩支程式呢 兩個Sub 就是存在模組裡面 所以以後喔 假如我們要寫VBA的話 反正第一個記得 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它的開頭一律是Sub 後面就是它的名稱 OK喔 所以大概有一個概念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了解 到底它幫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看 不過呢 可能在做這個動作之前啦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把 這個VBA本來是這麼大 我是建議啦 像我的習慣喔 喜歡把它扶在上面 為什麼扶在上面呢 因為你至少可以看到後面的東西 你可以移過來 像這個按鈕 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假設展開來 那你就看不到後面的 按鈕了吧 OK喔 所以習慣先把它縮小 然後這邊可以調一下 你可以看到模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比如說字太小 那怎麼辦呢 理論上因為這個字 如果你要把它放大的話 可以從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有一個叫撰寫風格的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然後呢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字 改成 因為預設9號字好像真的是太小了 所以呢通常我會把它改成 這少12號字吧 按確定 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呢 其實你會發現串接 其實我們就做三個動作 那你會想說那三個動作為什麼這麼神奇 可以幫我把那個動作全部重複了 其實它主要是這樣 你如果要執行這段程式嘛 你就是游標放在這個sub跟and sub中間 按一下上面的執行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 那其實它基本上做了什麼 它就是先 執行第1行 再執行第2行 再執行第3行 那你想說老師那前面不是有很多行嗎 跟各位講喔 如果是 單引號開頭的 這些綠色的刺 都稱為 註解 註解的話意思是不會被執行 所以它其實 就略過了 那就執行剛剛的動作 1 2 3 那是不是我們剛好 做了三個動作 所以喔 這單引號先拿掉好了 假設清楚 那另外還有這個也是三個動作 你可以把它拿掉 那 接下來的話 我一般習慣 如果我錄製完之後 我就要去看一下我錄了什麼 並且我要看懂 它幫我錄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 一般習慣會在這上面加上註解 那註解因為我們有三個步驟 所以喔 我叫它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1 游標放在 1、2儲存格上 所以你可以 在這行上面 打一個 打一個 速解 就是把滑鼠游標 放在 1、4儲存格 類似像這樣 其實對應的就是這段程式啦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 原來 Range 1、2 應該是1、1、2才對 不是1、4 原來Range 1、2 其實就指的是什麼 指的那個儲存格 那如果游標要放進去的話呢 點的這個動作 就是後面要點Slate 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如果以後 你假如不用錄製的 你要自己產生的話 那其實可以自己寫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就下面這一行 我們做什麼 就是 2的話 是什麼 其實主要是輸入公式 就是 輸入那個公式 有沒有原來的那個什麼 09 一串的公式 輸入公式 輸入公式 大概就下面這一行 OK 看一下雲端寫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 那個註解當然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樣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輸入公式之後的話呢 當然就是這一行 那你可以看到啦 不過它的敘述有點不太一樣 它叫Active Sale 什麼叫Active 是目前活動的 Sale是儲存格 那其實喔 以後如果你看到Active 哪個儲存格 其實就指的是上面這個 所以意思是說 在12這個儲存格裡面我做了什麼 我好像優標放在這邊打勾嘛 其實喔 就是把 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R1 C1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 表示儲存格的方式 R的話是列 C的話是藍 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用這個R1 C1的方式呈現它的公式 意思就是把公式放進去的意思 OK 所以 那向下填滿 再來就向下填滿 所以快點兩下 那其實 向下填滿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一行 所以第3行的話 它其實就是 向下填滿 填滿公式 或者你就 打完整 意思是什麼 我們就是 把這個公式放進來之後 然後再向下填滿 OK就完成了 那當然你如果這樣執行 它就從頭幫你執行到尾 清除是這樣 OK 另外交割一個方式啦 甚至你可以找到偵錯裡面的一個主行 F8有沒有 其實有個方法你按F8 它會一行一行執行 有沒有 游標放在12 有沒有發現 這個動作呢 這邊會顯示出來 然後公式輸入 有沒有發現 這個公式輸入了 向下填滿 這樣就有了 最後的話 你講說 那最後這一行要幹嘛的 其實跟各位講 這一行好像是多餘的 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把它刪掉 其實是應該是可以 OK 但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有個方法 你可以 把它先當註解 也就是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也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假設 把它執行 然後這邊假設在清掉 如果這一行沒有會不會影響 你會發現沒有影響 那表示這一行 其實是真的可以拿掉的 多餘的啦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它為什麼多錄這一行 反正因為電腦 它就是會有固定的規則 就會自動產生這一個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需要 沒關係 你是可以刪掉的 那這個時候的聚期 是它幫你錄的 那其實它就是VBA程式啦 只是說這個VBA程式是 Excel 幫你產生的 那它給一個名稱叫聚期 可是呢如果經過你自己寫的 那就是VBA 所以你如果假設不要 沒關係 Delete的掉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所以喔 改完之後 這些呢 其實就是VBA的啦 做什麼事 三個動作 填滿 OK 好 那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喔 游標 所以第一個一樣 游標放在 12儲存格 然後第二步好像不是輸入工程 第二個的話我們是輸入 Ctrl-Shift 我們用Ctrl-Shift 加上向下 有沒有 向下 OK 好 那其實寫出來就長這樣 Range 然後範圍 有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它Range 可以指的是某個儲存格 然後呢 也可以指的是某個範圍 有沒有 所以喔 你可以發現這個Range 物件很重要 它是一個物件 它可以指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指一個範圍 哪個範圍呢 從這個Selection Selection呢 目前這個Selection指的是你目前游標放哪裡 就是放這裡 所以從這邊開始 所以Range的話也可以是開始 到 這個的最下一個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實際上指的就是Ctrl-Shift向下 那這個是開頭 Selection是開頭 指的是這個 然後呢 結束的話呢 就是向下追蹤的位置 這底下 那意思就是把它選起來 點Selection的話就選起來 然後清除的話呢 就針對那個選舉區 有個方法叫Clear Contents 所以我們第三個就是 Delete 就是 第三的話呢 就按下清除 清除鍵 或者按下Delete鍵 這樣比較清楚 Delete 然後就是把它做 刪除的動作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喔 最後的話 今天的練習大概 就是 最後 請各位呢 打開 這個 劇期 按下編輯 跳出來 記得 然後把 原來你錄下來的東西 找到這 三行 並且在上面加上註解 那至於註解的 反規則啦 前面一定是 一定是單引號 記得 後面的話 你可以 給他 步驟 至於後面 寫的 中文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你不見得要跟我照一樣的方式寫 反正你寫給你自己看 你覺得怎麼樣寫 你比較看得懂 那你就這樣寫就好了 你想要寫個文章也沒關係啦 這真的 所以有時候 這個 程式至於要怎麼寫啦 我覺得不見得說 像有些 理工科的老師 就是 比較死板 你就一定要這樣背起來就對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OK 因為 很多其實是 每個人腦袋裡面的邏輯都不一樣啊 那為什麼每個人都要 做一樣的事情 不對啊 你可以有一些彈性 所以有一些可以變化 上面的註解 沒關係你愛怎麼寫 怎麼寫 甚至我之前還看過有同學 在上面 哇 他要寫出一篇文章的 他把他整個過程 他想說 甚至你上面還可以再註明一下 說 這個 這個劇集我怎麼錄製 然後遇到什麼問題 等等等等 諸如此類的 他就把他 記錄下來 有點像 把他的一些筆記 過程 都寫出來 在這裡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城市一定就是要 死板板冷冰冰 讓人家看不懂 才是對的嗎 OK啊 如果說假如每個人都看得懂 而且看得很親切 然後以後都很會使用寫城市的話 那其實以後未來的生活 其實也會 相對的更加便利啊 因為你會發現未來 這城市所有東西都電腦控制的 那當然 誰要去控制 如果只是 一些比較沒有人文素養的人控制 那就是會有危險 所以如果每個人都很有人文素養 然後呢 做出來城市 感覺運作起來就是很流暢 很貼心 他感覺用這個城市很舒服 那表示 那個城市是成功的 OK 但是 目前的現狀來看 好像 似乎比較少 就是兩極化發展 這我就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可以再調整 也就是文科生不見得說只能做 好像非城市的事情 如果有一些很多人文 科系的學生 他也能夠走入城市的領域 你會發現未來的世界 就不會那個城市 你 你就覺得用起來怎麼這麼難用啊 如果你沒用過一些App 你會覺得很吐血 這怎麼會寫成這個樣子 對而且還政府花了很多錢 居然可以寫成這樣還要花很多錢 又很難用 這簡直是無法想像理解的事情 對喔 那原因何在 就是有些人的腦袋裡面就是沒有某些 某些的思考的模式吧 大部分都是比較機械化的 而不是以人的需求 為出發點 如果你是以人的價值為出發點 我跟你講你每次去出來 你做出來的事情你就會覺得 這個是很有溫度的 有沒有 所以做一件事有沒有溫度 其實每個人都感覺出來 有沒有 所以做一個決策 為什麼他可以做的決策 做成這樣子 匪夷所思 但有些人做出來的決策 講出來的話 就講到你的心坎裡面 哇 對 這就是我要的 原因何在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有沒有一些基本的人文價值 人文的 思考 的一個 素養在裡面 我覺得這應該是還蠻重要的 好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呢 就有幾個啦 第一個 我們今天有主要幾個練習 第一個 年次二 這個可能把它加一下 一二 第二個的話就是 錄製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話 基本上就是 先把它錄好 然後變按鈕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讓我看到 你有在上面加上 觸解 這樣就OK了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更上一層多 就是喔 我們不用錄的 我們要自己寫 那自己寫的話呢 當然 難度又會更高一些些 OK 表示說你們已經開始會寫程式了 最後把它存檔之後 繳交到 Porto上面去就可以了 畫面 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 這個 作業內容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易爾函數 然後 錄製聚集 然後再來就是增加按鈕 並且就是 再加上註解 這樣就OK了 建議就是說 你沒問題不要急啦 你就是一定要穩紮穩打 所有東西你就是徹底 完全了解 因為如果你了解之後 你就不用背了 你就用的其實就很順暢 像我這些東西完全就不用背了 因為很直覺的嘛 OK 你就很直覺的看到什麼就做什麼 你這樣感覺弄起來也 還蠻 還蠻順暢的 OK 而且其實你會發現用這個工具 如果你用的順 你會發現真的可以幫助你生活上面很多事情可以很快速解決 另外的話除了可以幫助自己的事情之外 其實你身邊的親朋好友啦 其實你身邊的親朋好友啦 或者你的 這個 就是年長的 長輩啦 你爸爸媽媽之類的 其實你都可以幫他 因為我覺得發現 職場上很多 尤其快要到退休 還沒退休的那個階段的人 他們其實就很慌 因為他們想學但是他又很 不太好意思 開口 然後又面子問題 我這個 都想問 但又不好意思問 然後所以如果你假設你主動開口啦 我相信 你幫 幫你的那個 爸爸媽媽 他一定會非常開心 他覺得 我家小孩長大了 還可以 反饋我一些東西 幫助我 他覺得他應該會蠻感動的 OK 試試看好了 就是說能夠真的發揮一些 效用 OK 那e sale如果你假設啦 這些東西都會 我跟各位講 至少啦 你以後在職場上面 絕對就是不一樣的 跟別人有個落差 跟很多人說我會e sale 你會什麼 會開而已 其他會不會 其他好像 都不熟 所以最低限度 第一個 函數要懂 第二個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可能還是要懂 所以最低限度 第三個 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錄製去期 增加按鈕 這個也要會 所以 如果以後 人家問你說 你學e sale 學哪些 你跟他講說 第一個 函數 我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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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第三個 我會錄製去期 OK 大家就 哇 不一樣 所以以後你去面試的時候 人家問你這個問 你馬上可以這樣 還有第四個就下個禮拜了 我會寫 VBA程式 人家感覺 就是你了 怎麼可以來上班 馬上就直接錄取了 真的是這樣 假設你有很強烈的 企圖心 還有自信心 我跟你講 任何 公司老闆第一個最喜歡這種人 OK 直接就錄取你了 就是你了 因為你都有準備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就是把 剛剛講的部分 再多多練習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可能要慢慢再 增加一點點的 難度 就是 開始自己寫一些VBA程式 那雖然難啦 但是我也不會說一下提升的非常難 你們反正就是按照 我的這個 步驟 然後我會跟你講每個地方到底為什麼這樣用 你只要 跟得上 我想你應該就可以寫得出來 如果你會寫 我覺得你應該就不一樣了 以後人家 談到程式 你就不會恐懼 像有些 念文科的 只要人家聊到有關功課的東西 馬上就躲起來 不想 你不要跟我聊這些 OK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 沒有辦法跟整個 實在做銜接 OK 好啦 那試試看 盡可能就是說把這些東西 除了會之外 還是要熟練 另外也許思考一下 這東西到底將來能夠在你的生活裡面 發揮哪些效用 如果 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到職場上 所以也許你可以 想想看你的 父母親 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 有沒有類似的相關的東西的應用 你可以跟他們討論看看 或許你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甚至的話 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 你甚至可以 反饋 因為你們現在很多同學 大一同學 也可以在 想想看 是不是你能夠所學 能夠 也可以幫助到其他人 如果你還可以有一個反饋 我想你的 父母親 如果你幫到你父母 他因為 好開心 如果我家小孩也這樣 不會每天都一直跟我要這個要那個 要買這個買那個 然後 就感覺 長大了 其實應該會相對開心很多 OK 試試看